大家好,这是灵图解说 不管是什么电脑系统 都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bug 虽然有多实话 这些bug并不会影响你的系统运行 但是用户体验会大大折扣 除了部分是系统自带的bug 其实更大的可能是 你的电脑中安装一些恶意软件 这些恶意软件 为了带来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更改了这个系统的设置 从而会导致系统无法稳定运行 比如像这个被360收购以后的卢大娘 还有这个极度流氓的快腰 一旦安装了这些电脑软件 你会发现弹窗、悬浮窗、首页绑定 以及各种大型的软件下载 全都会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其实微软会定系通过这个系统更新 来删除系统中的恶意软件 但是很多人安装第三方的杀戮软件 或者直接进入了这个Windows更新 从而导致无法想象到这个 恶意软件的清理服务 因为一些恶意软件 被你安装放清以后 杀戮软件是不会查查它的 毕竟恶意软件它和病毒不是一个性质 每期明月你自于安装的 虽然它的危害性不如病毒那么大 但是它确实是托管系统稳定性的元凶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电脑 是否中过恶意软件 那么可以通过微软提供的这款 名叫MSRT的清理工具 来进行清除系统中的恶意软件 进入微软官方提供了下载页面以后 这里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语言 然后进行下载 点击开始下载 好下载以后 我们只需要双击打开它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免安装的 打开以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选择扫描类型这里 你可以选择快速扫描 完全扫描 以及这个自定扫描都可以 这里我就选择快速扫描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样的话 它就正式开始扫描这个计算机了 微软提供的这款恶意软件的清理工具 它可以在这个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以及最新版的这个Windows 11系统上使用 好 大概过了一分钟左右以后 它现在已经扫描完成了 它上面显示 我当前这台电脑是没有恶意软件的 这款软件的最新版下的地址 我就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i know